这位女士 我不知道你平时 跟别人沟通的多吗 还是说你在家里 只是围绕着孩子 并没有出去跟别人 说过你们之间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是 民政部门的人 我真的有点上头 你俩一会儿来 一会儿回 一会儿又来 一会儿又回 太冲动了 事实上我现在发现 先生已经冷静下来了 即便是女士这么说 他都说我就不离 可是不离也解决不了 你们之间的问题 因为明显我觉得女士 你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你跟他在教育孩子的理念上 在家庭的观念上 完全都不一样了 我现在开始教育孩子的观念上 最后是娘们的 大人之间的 我要哼结的 所以能处理 我要变成 香港很高兴 对自己的物理 我最后会让你 但是你 Member 你未经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在你眼里是不成器 不争气 但是他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快乐和健康的心态 健康比成功重要得多 我也是妈妈 我会知道这种厉害关系 你对孩子的伤害有多大 所以及时地想到自己的问题 注意分寸 把握分寸 好吗 再见